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醫生也說,民以食為天 飲食一直在國內的生活之中 都扮演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不良的飲食和習慣都會導致肥胖 和異形糖尿病的新疼代謝疾病的系統 也都越來越頻密,越來越發生 即是年輕化 究竟吃什麼和怎樣吃呢 越來越成為現代人關注健康的問題 最近我們都在網上收到一些份資料 所以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袁醫生幫我們看看 應該對於剛才以上的題目 怎樣吃或者是吃什麼 才能讓我們更加健康呢 其實最近今年2019年 在美國舊金山 約6月9日 不是很久之前 原來美國的糖尿病協會 有一個大會 討論這些問題 討論是那些 那些早夜的節律 即我們叫做Circadian rhythm 即我們生命的時鐘 體重和體重 血糖等的代謝危險因素的關係 即一系列這方面的研究 引起很多關注 好了 我們知道 斷食是很多人都在做 也很多人用斷食去減肥 但到底斷食可以不可以呢 還有 如果晚餐 早點吃 會不會更加有效呢 那就研究這幾樣東西 當然最熱門的斷食方法 有兩種 最近很流行的 第一種就是五二的輕斷食 即是一個星期內 正常飲食五天 剩下兩天就輕斷食 輕斷食即是 吃的卡路里大概是五百kcal一天 就不是說只是飲水 就是吃很少 當然了 這個就是 比較辛苦 尤其是你兩天 即一個星期兩天 是哪兩天去做呢 是不是 你就週末去做 週末通常在家裡 大家出去吃飯享受 是不是 你平日上班 可能又覺得辛苦 所以其實都是 就是 斷食 就是全然不吃 用水斷食 在我們網上講了很久 很多次 但是始終比較難一點 很難堅持下去 好了 最近新的那種 就叫做 十六八的間歇性的斷食 如果想看英文資料 就叫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間歇性的斷食 就是說 每天將進食的時間 只要控制在六八個小時 嗯 接著十六個小時裡面 就處於禁食的狀態 這樣 那 相比之下 這些十六八的間歇段食 比較溫和一些 還有很多時候禁食的時間 通常可以睡覺的 就是現在最流行 你吃十二點鐘 中午就可以吃 到晚上八點鐘 那就是八個小時 OK 其實都不難的 因為小點鐘吃中午飯 是吧 那八點鐘呢 就是吃晚飯 那中間其實你都可以吃 只不過呢 你吃呢 總之是這段時間 其實你只不吃 就是早餐而已 那很多人都會這樣的 之後都起床 沒什麼遺憾的 是 還有八點鐘之後 大部分人都睡覺了 是吧 所以相應之外 這個是比較容易做很多的了 好了 那他就在這方面 就是研究 他說他用小老鼠的研究 提示間歇性的斷食 在控制血糖體重炎症指標方面 是可能會更加有效的 嗯 那麼 研究員就採取這些所謂十六八的 那個間歇性的斷食方法 那麼 就對那些老鼠進行研究 將小鼠分為高脂飲食和正常的飲食組 那麼每組呢 再根據用不用一些所謂間歇性的斷食呢 就分為兩個另外一個專組 OK 好了 就是第一就是用高溫的 高脂肪 高脂肪 那顯示呢 如果20週後用高脂肪飲食 和那個間歇斷食的小組的老鼠呢 就較為 只是高脂肪飲食 和隨時可以進食的小組老鼠呢 體重血糖、膽固醇 肝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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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那個掩變的程度呢 還有一個指標叫TNFα 水平是更加低的 即是比較好些的 嗯 但是呢 略高於正常飲食的兩個專組裡面 这个显示坚决性的断食在控制血糖体重炎症指标 可能更加有效 虽然你是用高脂肪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了坚决性的断食 其实也会好,也有帮助 当然如果你不是用高脂肪 用坚决性的断食 正常的饮食 那就更加好 这个应该证实坚决性的断食是有效的 研究者接着进行人体的研究 他将糖尿病前期的男性 分成按正常三餐的时间进食 以及将三餐控制在六点到十四点 六点到十四点 即不是我刚才说的 十二点到八点 是六点到两点 我们叫做早的间歇性 每餐的月能都是全日的三分之一 结果显示 如果是早的间歇性断食 早的平均血糖封值 加到正常的餐食价是更加低的 而且血糖控制更加平均 即是用人做的 即是用人做的 即是早上断食 就是这样 好啦 有时也有些人说过 即是吃饭方面 早餐要吃到像皇帝 然后晚上就吃到像乞丁 跟这个飲食方法 会不会有关系呢 就要看得到是正对的 现在的研究也是这样 吃的时间已经早了 由六点到两点 所以这似乎是对的 但是当然 如果要一天吃饭的时间 就要三点之前吃完都比较难 虽然中国人经常叫过恐不吃 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做的 但是还是不容易的 现在她做了一个 将超重的女性受试者分成 早上吃大餐和晚上吃大餐两个组 正如你所说 结果显示 十二个星期早上吃大餐 这种体重下降是更加明显的 同时饥饿感更加低 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中 亦都看到的 即是早上吃大餐早的血糖控制是更加好的 所以以前所说的过恐不食 早上吃得好像皇帝似乎 都是显示是这样的 即是说 当然了 如果晚餐 即是越早吃就越好 而且吃少一点 是更加有助于代謝指标的改善 其实过去很多不同的饮食的研究 其实都是说同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看到你 到晚餐之前没有吃那么多 是的 没有吃那么饱 是的 一般的解释就是 你晚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活动 没有什么体能的活动 你吃了东西就没有地方消解 所以这也是合乎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好了 还有一种要研究 例如你食物里面 有各种的食物 数量一样的 但是我们试一下 就吃餐的程序不同 看会不会影响血糖的水平 那就是说你里面有肉 有菜 是不是 还有淀粉质 那就是我试一下 我吃的方法 是 程序和次序不同 有没有分别 那结果 他们在接受糖尿病治疗的药物 那些患者分了两组 一组先食碳水化合物 就是甜品质 后食蛋白质和蔬菜 另外一组先食蛋白质 你当它是肉类 再蔬菜 后来先食碳水化合物 就是甜品质 饭 面包 鱼仔 结果显示 先食碳水化合物 这一组的 餐后的血糖 各种显示 都高过 后来吃碳水化合物的那组 原来吃的次序都是有关的 所以我经常都强调 如果我们看到一餐里面 那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我觉得先食碳融 例如扒在那里先去扒 不要吃那些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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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这样的 好了 但是呢 大部分人的食物 中国人是怎样呢 一口饭一袋菜 是啊 是啊 小时候都是这样 你要吃饭才准吃菜 这样的 就是有些人说 那些菜很咸 很流行的 然后又有点饭 这些叫做混合性的进食 好了 那这种这样的进食方法 对血糖的影响有没有呢 然后研究又设计了 有另外三组的进食的程序 第一组先食碳水化合物 第二组先食蛋白质和蔬菜 第三组就混在一起吃 就是一口饭一口饭一口菜之类之类之类 那结果显示呢 只有先食蛋白质和蔬菜 这组的餐后的血糖 就更加平均的 要混在一起吃呢 其实跟先食碳水化合物 就没什么大分别了 那就是说 都是我们以前也整天强调 食物最好就是单独吃 那现在说除了单独吃之外 仅然就先后次序 我们以前大家都听过Fit for Life 很久很久以前很流行 Natural Hygiene 的说法 通常是几个早餐先吃梳菜 到淀粉质后几餐才吃 但现在说的有点不同 现在说一餐里面 同餐里面你都可以选择 先吃蛋白质或先吃碳水化合物 发现要先吃菜和肉 后吃煮菜 煮菜就是饭 Pasta 之类的 对于糖尿病患者 就更加难够减少血糖的波动 记住这个是一个 就是美国的糖尿病协会 最近的一个大会里面 提出来的结论 其实最后有三个建议 他说目前大部份饮食的研究 都在关于细型短期 是特定的人 现在特定就是糖尿病人 中国古代也都经常提出 过往不食和辟谷 但这个 我们一般的人都觉得 比较极端一些 变成也不容易 适合所有的人群 所以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 其实他都没有去订论 其实大家知道 在治元医务里面 这个已经做到很多研究了 是辟谷是很有帮助的 对身体的很多问题可以做 但始终 这个是美国的 其实不用了 这次我们讲了给他们的结论 大家听得懂得怎样做 大家可以试 好了 他说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是令到现代的人 是很难在上班之前 享用丰富的早餐的 但是在饮食结构方面 可以适当加强蔬菜和蛋白质的摄入 比如菜包、鸡蛋、牛奶、豆浆 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有时候我看到早餐 早餐有一个白萨蛋 现在最近的资料发现 蛋不同的煮法 吸收方法都不同 原来最好的吸收鸡蛋的营养 就是白萨蛋 因为干净净、简单单 营养不会流失的 把你煎蛋、炖蛋、水蛋 或者生食的蛋 原来吸收是没有那么好的 以前很多人喜欢的 就整个蛋就发生食 是的 滚水蛋或者这样 有些时候没有滚水 其实最好都是白萨蛋 简单单 吸收差不多大部分营养的 鸡蛋营养都能吸收到 好了 同时尽量将晚餐早点吃 不要随意加餐 或者进行宵夜 对于控制体重和血糖是更加好的 这个很多人都像的了 很多人都知道 一吃生成吃宵夜 他人会很容易胖的了 好了 中国传统的饮食 都是米饭、面条、馒头 这些高碳水化合物为主的 但是过多和过快的碳水化合物 会对餐后的水平影响比较大 这个大家都 我认为糖尿病人也有听过 我们叫做升糖值 Glycemic Intex 这很多淀粉质是一个高升糖值的食物 尤其是普遍人吃那些 改变了白米的饭 更加了 是的 所以这个我们都很明白了 对于高血糖的人群 可以试试先食蔬菜和蛋白质 后吃煮菜的 煮菜就是淀粉质 饭、pasta等 对于血糖的控制 是会更加平均的 好了 简单来说 大家都听到 坚决性的断食是有效的 对于减轻的体重 和控制血糖是非常之有效的 吃饭都是 晚上就晚餐尽量不要吃太晚 我现在都大部分对我的病人 都是这样建议的 用一个间歇性的断食 进食 我都建议 都是由12点到8点 这个容易做的 12点到8点才吃 吃的时候 其实吃什么都可以 不是说一定是一餐两餐三餐 没所谓的 你到时你觉得感觉我就吃 不用说要分规定一定的时间 就是说一日三餐 早餐三晚餐 其实都不是那么需要的了 大部分都是吃的太多 现在现在是一会儿我们的生病 今时今今天文明人的病 从身体健康的问题都吃得过量 所以我尽量尝试 稍微在经历一下 稍微轻轻饿的感觉 身体不要吃得太饱 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 如果吃食食太饱 是平均的 做不了 做事 做不了 你尝试一试 即是盡量吃少一点的东西,你的脑筋是会清醒的 是的,今天我们就听了,其实这个就根据了美国糖尿病协会 在最新近的早几个礼拜,6月9日的时候,他们发表了这些研究出来 其实就真的针对,虽然好像是针对糖尿病的病人 但其实看上去都是肥胖者,肥胖者的人士都可以尝试用下这种方法 一个间短性控制的饮食方法 每天只是在规定的八个小时里面就进食 而且越吃得早越好,就是不要太晚吃 在食物的次序的时候,又先吃了蔬菜、蛋白质 其实如果是蔬菜或者是蛋白质吃饱了 其实可能那些碳水化合物那些都不需要怎样吃 所以在控制体重或者控制血糖方面都更加有效 一直以来在我们陆创建健康店 都有一个小小的食物配搭的表 都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可以怎样做一些配搭 今天就很感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诊证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药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